星期日在溫布頓網球公開賽的男單巔峰對決中 喬科維奇展現出鋼鐵般的意志 最終以3比1打敗瑞士特快車費德勒 未免成功 喬科維奇和費德勒是這次賽會的兩投奧總統的選手 決賽前費德勒一路過關斬將 在四強戰更是直落三盤擊敗地主隊好手莫瑞 希望第八次摘下溫網桂冠 比賽投兩盤 喬科維奇和費德勒打得難解難分 兩人各自贏下一個搶七局 最後喬科維奇7比6 6比7 6比4 6比3 擊敗費德勒拿下溫網第三冠 這也是他生涯第九座大賽男單冠軍 喬科維奇在頒獎典禮上興奮的親吻獎盃 心情大好的喬科維奇 還稱讚了今年女單冠軍的小威廉斯 順便要他共舞 慶祝奪冠喜悅 我期待會見她 可能會跟她一起跳舞 如果他們可以讓我 另一方面 賽後難掩失望的費德勒 也忍不住抱怨 認為第三盤時已與暫停 讓他還沒來得及調整好手感 才會讓後來的情勢一面倒上對手 新卡的電視國際新聞組編引 我也要想跟她們一起跳舞 兩次的電視國 威廉斯 我們來的憧述 賽 從旅行 我們來的